hiho,我是葡萄,又回到這款由秋心智代演的散古傳奇 那我們就先進入遊戲吧 只要你重新上線嘛,就會提醒你要儲值 真的是無時無刻都提示你要課金啊 這個真的是垃圾遊戲,才會有套路啊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看這個價錢會很划算 這些其實就只是一個勾引你的手法而已啊 因為比如說像這個嘛,然後後面就是什麼4.99 然後再14.99,然後變成29.99 反正送這些嘛,送這些你或許會覺得很多 但是這些都是課金手遊裡面稀少的資源,一部分的資源而已 你花那些錢就會有那一點點的資源 我想請問一下某些已經課金的玩家 你課這些錢,你會成仙還是會成魔? 我覺得你應該會成為神經病才對 你看他現在見面密密麻麻的 然後說什麼,就是玩家可以深入其中 就是之前他有一支廣告說什麼玩家可以深入其中 請問一下,你畫面已經這麼窄了 你畫面是直向性的,然後畫面又這麼窄 然後密密麻麻的,數字飄來飄去的 請問一下你要如何深入其中 我光是看那些數字,我看那些數字我就保了啊 然後說好的1000連抽到現在還是沒有啊 他Google Play上面說的上限即送1000連抽 登錄遊戲即可獲得1000連抽 結果你人物的頭上來一個什麼 傳官才送1000連抽 所以他根本就是在玩文字遊戲嘛 這種都是畫大餅騙人 之前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這種都是畫大餅在騙人 就是騙你下載的啊 什麼收益領取我看一下 反正這個遊戲不知道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反正他這次BOSS不是有看過嗎 對啊,他動作就是這樣子啊 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只是把一個網頁遊戲然後切 才切成直向性的 所以這個就是秋心智他掛寶陣的代言就對了 這個是他代言的遊戲 他自豪的遊戲嗎 我並沒有要批評他的意思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他代言的遊戲真的很暗 他代言的遊戲真的很暗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廣告上面說的有多浮誇吧 OK,這是他之前投放的廣告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他說什麼 你看他第一句話嘛 他第一句話就非常的唬爛了 你之前是拒絕代言遊戲廣告的 那你這是接代言 你接的是這種遊戲? 你接的是這種遊戲嗎? 我說老前輩 我真的覺得說你們這些藝人 然後拿錢 然後講一大堆廠生要你們講的話 已經寫好的稿子 結果你們講出來根本就是廢話 我覺得那樣不行 後來 你說那樣不行 我覺得你這樣子也不行欸 我試玩了一下 真沒想到這個 這個遊戲能夠讓我如此沉迷 蛤? 你說這個遊戲會讓你沉迷嗎? 請問一下有哪位觀眾看到這個遊戲 你會覺得沉迷的? 請問一下你是拿收了多少錢? 你前面說什麼你拒絕代言遊戲 好啊我姑且相信啊 結果你代言這款遊戲 密密麻麻 界面雜七雜八 然後品質大概是十幾年前網頁遊戲的那種水準 你後面說什麼? 這個遊戲可以讓你如此沉迷 我看這次廣告 前面他講沒幾句 我就可以斷定 這位邱星智先生 他根本就沒有玩過這款遊戲 就算有 他也不了解他所代言的遊戲到底是怎樣子 你看他就只是做個動作而已啊 夠夠夠夠我真的覺得說 他現在可能是做個樣子而已啊 他現在可能只是做個樣子 你們不覺得他那樣子很浮誇嗎? 玩得好像很爽一樣 我真的覺得他那樣子真的超級浮誇 再說一次 這個遊戲你看這樣子 數字飄來飄去密密麻麻的 你光看那些數字你會有FU嗎? 啊 邱星智先生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很有FU嗎? 這樣密密麻麻 然後數字飄來飄去的 光是他這些什麼選項啊 這些按鍵嘛 就佔了整個畫面的一半了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很興奮 你會很沉迷 會不會虎爛太過頭了一點啊? 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虎爛欸 玩著玩著就感覺不一樣了 因為他的修仙是可以選擇的 選擇成仙或者成魔 當然了修仙是更加有趣 夠夠夠夠 他說修仙是更加有趣 更別說什麼? 就別說是遊戲了 你在代言遊戲 然後你說修仙更加有趣 請問一下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連通點在哪裏 我真的聽不出來 他這兩句話的邏輯在哪裏 我真的聽不出來 還是說他的修仙是另一個意思 我覺得他的修仙 可能是另外一個意思 等一下他說什麼? 沈默的角色 哇塞 我覺得他已經有點大陸化了 他用了他的口音 很像大陸人 然後他用了詞 他用了詞 那個音也是大陸用詞 拍那麼多 然後一些很浮誇的表情 大家突然跟這個遊戲 好像有點沾不上邊 跟這個遊戲好像有點沾不上邊 而且呢 我相信每個玩家都有這種感受 太入戲了 他說相信每個玩家都有這種感受 太入戲了 有沒有其他玩家入戲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非常的火 我現在 鬼八道火的感覺 我說這位邱星志先生 你代言的這款遊戲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火 尤其是你講的這些話 尤其是他講的這些話 實際熱愛遊戲的人 玩過這款遊戲之後 都會覺得這款遊戲很熱色 然後邱星志先生 你說的話很唬爛 工作人員給你送了十萬仙幣 工作人員給你送了十萬仙幣 其實那是遊戲送給你 還是工作人員送給你 你有事嗎 你有事嗎 這邊還有 等等 這邊還有禮包碼 這是什麼 666 然後送一千連抽 哇靠 又一千連抽 所以 這些禮包碼可以用嗎 我不知道 我之後再測試看看好了 其實 正常下載玩家也有免費的一千連抽 欸等等等等 他這邊的音好像怪怪的 一千連抽 我呢 呃 對他這邊 他那個畫 他畫 就是他那字幕 跟他嘴型有點對不上 就是靠著一千連抽 就抽中了女娲 福西 黑觀音 黑悟空 黑悟空啊 比我李春剛更帥啊 哈哈 黑金箍棒 來 真真的 很虎爛 我在別款各社手遊 也說過一句話 就是說 手遊這一塊嘛 他整個風氣喔 都都真的非常的腐爛 你們看這些藝人 他們拿錢接代言 然後講一大堆非常浮誇的屁話 那到頭來 他講的 跟這款遊戲 有幾件事相符合的 你說修憲 我就從頭到尾 看他一直在那邊打怪打怪打怪 然後你說什麼 可以很陸戲 陸什麼陸啊 阿不就這樣一直點點點 對啊 就這樣一直點點點啊 阿這個叫陸戲 請問一下 你跟我說陸戲在哪裡 陸戲 喔你說這個BGM嗎 這樣叫陸戲嗎 這樣叫陸戲嗎 然後更換裝備 這個叫陸戲嗎 我們看一下前面他說什麼 他說相信每個玩家 都有這種感受 都太陸戲了 阿這個叫做陸戲 阿這個叫做陸戲 我還陸戲欸陸戲 阿這個叫陸戲 阿這個怪物嗎 媽的 這個叫陸戲 請問一下這個叫陸戲嗎 請問一下這個叫陸戲嗎 就這樣一直點點點 一直點點點 然後你口中所謂的陸戲 到底在哪裡 你說是有什麼感受 我真的是感受不出來 你們這些藝人 能不能為你們代言時 所說出的話去負責啊 難道每個藝人在代言一款遊戲之後 然後就拉錢 然後就沒你們的事了嗎 好像是這樣子欸 好像很多藝人在代言一款遊戲之後 就沒他們的事了 你看之前有一款遊戲 什麼獵魔者覺醒 那位陳漢典 他也是選擇忍處理 那像什麼郭雪芙 然後王心靈 好像 大家在賣那一款遊戲的時候 好像他們也沒有出來講過話 然後他們講話浮誇程度 就跟這位邱星之在代言這款遊戲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陸戲 我不懂這個叫陸戲 然後你玩這個 他玩這些 還會做一個很奇怪的表情 看一下他前面玩的樣子 工作人員剛開始讓我玩的時候 我感覺跟其他的遊戲差不多 好像很爽欸 他好像很爽欸 對不對 這個叫做演員 這個就是演員 你玩遊戲的樣子就是演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他代言這款遊戲 基本上我沒玩多久 我就覺得這個遊戲真的超級垃圾的 這個就是他 他玩得很爽的那款遊戲嗎 真的嗎 你說你之前拒絕代言遊戲嗎 然後這款遊戲為什麼可以讓你如此沉迷 就是因為 他們有付你錢 我這樣說沒錯吧 邱星志先生 就是因為他們有付你錢啊 場上有付你錢啊 你才會沉迷啊 你才會在玩的時候 你才會做這些表情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感覺跟其他的遊戲差不多 跟其他的遊戲差不多 你這句話嘛 你這句話已經突顯出 你根本就沒有認真玩過任何一款遊戲 什麼叫做跟其他的遊戲差不多 你感覺 跟其他遊戲差不多 玩著玩著感覺就不一樣了 請問一下邱星志先生 你把這些遊戲放在哪邊 你把這些付費遊戲放在哪邊 這些遊戲 你說什麼 跟其他的遊戲感覺差不多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真的 真的火氣會上來耶 你們這些藝人在代言的時候嗎 你們真的懂那一款遊戲嗎 你們真的有玩過那一款遊戲嗎 媽的你們這些手遊廠商嗎 找這些藝人來代言 請問一下那些藝人 他們真的會玩遊戲嗎 他們真的有玩過遊戲嗎 找一個不會玩遊戲的人來代言 真的是媽的有夠智障 找不會玩遊戲的人來代言遊戲 殺小邏輯啊 然後講一些非常浮誇的屁話 然後還說什麼跟其他遊戲差不多 我們隨便點一個遊戲啊 請問一下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嗎 跟這個遊戲差不多嗎 其實本身有眼見的人都看得出來 這個遊戲 跟這個遊戲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所謂的差不多 我真的不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嗎 他到底有沒有經過思考 還是說 他根本就是照著廠商寫好的稿子去念的 所以以後嘛 以後誰再說手機遊戲 跟別款遊戲差不多 麻煩你去跳河好不好 看會不會清醒一點 正常下載玩家也有免費的1000連抽 免費的1000連抽 我到現在嘛 我玩到現在啊 我也沒有得到1000連抽啊 還是說你說1000連抽 有嗎好像沒有吧 對啊沒有1000連抽啊 哪來的1000連抽你跟我講 我說秋心智先生 你真的了解你這個 以代言的這款遊戲 他1000連抽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Google Play商店上面說 上限集送1000連抽 登錄遊戲就會有1000連抽 然後遊戲內嘛 遊戲內說什麼 喘關送1000連抽 然後你代言在廣告上面說的宣傳話語嗎 說什麼免費1000連抽 你到底清不清楚你口中所謂1000連抽 是真的還是假的 說白了嘛 遊戲裡面的實際狀況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你只是照著廠商寫好的稿子 然後你唸出來而已啊 就是拿錢 然後唸廠商寫好的稿子 我這樣講沒錯吧 所以藝人代言的遊戲嘛 真的沒有幾個是好的東西 藝人代言的遊戲 真的沒有幾個是好的東西 所以現在手遊大概就有一個風氣嘛 凡是藝人代言的遊戲嘛 都可以直接掠過了 藝人代言的遊戲 都可以直接掠過了 因為真的很熱色 真的很熱色 OK 那我話也講了 那就我們下一集就測試禮包嘛 到底是真是假吧 好那就各位掰掰